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黄群才 在国会上说 将改进Scape 加入更多适合年轻人的元素 譬如音乐和传媒 Scape的商家也可能因此有所改变 他的部门也将同教育部携手 推出更多适合年轻人的 体育和文化艺术项目 另一个合作伙伴 外展学校也将提供更多活动 让年轻人参与 此外 全国青年理事会也将改组 以进一步了解年轻人的需求 鼓励他们提出看法 参与国家政策的拟定 细节将在几个星期后公布 黄群才也指出 虽然有议员提议将政治教育 纳入学校教材中 但是他表示品格培养 仍旧是教育的重点 黄群才引述已故建国元老 拉尔勒南的话表示 新加坡要一个行动化 而不是口号式的民主体制 这一来才能够超越对抗性的政治 以实际的行动解决实际的问题 谈到建国50周年庆祝活动时 黄群才透露 下个星期将宣布更多详情 而到目前已经收到 超过100份庆祝项目的建议书 咱们高 Evac呀 咱们高明 아� łat 咱们高苏